白化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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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是一个星期天 这个星期天 我们12点钟到12点半 是白化佛法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时 是12点半到1点半 是台长给大家做 玄学问答 是很精彩的 那么接下来 台长今天 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讲 一念星性 什么叫一念星性呢 我们一个人的本性 那么本性是善良的 但是到了他这个心的时候 他就开始散乱了 而这些散乱是由何而起呢 这是由人间的贪嗔痴 因为当一个人贪得多的时候 恨得多的时候 很愚痴的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本性 已经不在了 他已经遮住他的本性了 就是说有 就像有些人 他为什么会犯法 他为什么会杀人 他为什么会偷窃 因为他已经 用他的不好的理念 来遮住了他的 最善良的本性 我们学佛法的人经常讲 犹如一块战石 他被泥土 被黄沙 被各种各样的东西呢 全部污染了 所以他拿出来的时候 人家看得像块石头 根本不像一块钻石 所以呢 我们学修行 修心 要把本性查量 因为人的心 会散乱 会想出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 也会想出各种不等的好事 所以有一句话叫 唯心造 一切万物 唯心造 就是由你心里做出来的 用佛法讲 叫心理行为 你的心里 所想好的 你的世界就充满的美好 你的心里想着恶了 你就充满着恶气 所以我们念经 也好 修心也好 要把心和性 合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心和你的性呢 那就是不生不灭了 非作非空了 是有是无了 所以我们学佛 要懂得 怎么样来修 和调 你的心 调心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一件事情 可以说 让你不开心 而同样一件事情 可以让你又觉得很开心 这完全靠你 自己本身的意志力 和调节力 讲的简单一点 想得通 那你的心 就比较舒畅了 想不通 你的心 就增加烦恼 同样的 一个人能够开悟 实际上就是想得通 当你不开悟 就是想不通 好听众妹们 那么 大家都知道 我们 有时候 在修心当中 那的心呢 是体现你 本性的 但是为什么 同样体现本性 很多人的心 为什么还不好呢 这因为 你没有体现出 你的本性 因为你的心 已经被人间的 贪嗔痴脈 所遮住了 所以 我们要学会 要正佛 什么叫正佛呢 正佛 就是你 证实 你明白 你认证 佛菩萨 这是光明的道路 我们修心学佛 这是一条光明的大道 啊 我们不要 随着缘 来变化 我们 又要随着缘 来变化 这就是辩证法 为什么呢 当我们 缘 来的时候 我们要随缘 我们不变随缘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 把缘分 改变它 然而我们 要随缘不变 也就是说 缘分来了 我们也不动 还是老样子 那缘分就拿你 没有办法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人命中算出来 他 如果做一个生意 他会赚大钱 然后呢 跟这个人会闹翻 最后会 产生灭顶之祸 那么这些事情很多 那么原来了 这个人呢 觉得我的命运改变了 我可以 拿钱了 我可以跟他合作 赚大钱了 殊不知 在赚钱的后面 因为你 产生着恶缘 这个恶缘是你 前世所为 所以呢 你就很 不当心的 去做这些事情 实际上 当你在 随缘的时候 而且随着恶缘 在走的时候 那么 接下来 灭顶之灾就来了 为了 一笔大钱 双方大打出手 实际上 这就叫 随缘 不变 我们又要把它变成 不变的随缘 所以 要有 光明的 动测力 就是能够 心中 有光 有明亮 能够 洞察一切 受用自在 因为当你心中明白 佛法是无边 无际的 能够明白 这些都是真正的 指导我们的 思维 思想 让我们本性 发出来的光芒 和菩萨的光芒 融合在一起 这时候 你就是菩萨了 所以 和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呢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因为你在人间 你能够随缘 而且呢 你又能不变随缘 你又能随着缘 你就不变化 虽然缘分 它不会变掉的 但是你随着缘呢 你没有变化 那你就在洞察光明了 你反而把缘分 可以受用自在了 你又可以和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别无 无别呀 所以 我们学佛 要一心 人家说 三心 就产生二意了 一心 就是一意 所以 学佛 必须一心一意 如果你学的 法门太多 如果你学的 各种各样的经文太多 而且呢 不能理会它 又没有开悟 那 这个时候 那你反而 不能够受用 而不能受用自在 而且 反而给你带来 很多的包袱 所以 我们 人在人间 经常叫 迷争 足忘 什么意思啊 你对真正的人生 你对真正的东西 你是迷惑的 也就是说 人的本性 你不能看透 人 真正的 良心 你又没有捉摸透 人的 最早 来自于何方 当人间 这段旅程走完了 我们将要到哪里去 这些真的东西 它 全部 迷惑不解的 追逐 忘念 天天在人间 追名 追利 思想一下 追到的东西 都是昙花一现 有哪个你追到的名利 能够帮助你 待一辈子吗 名利 君属虚妄 今天你可以选为总统 明天 你就可以下台 今天 你可以有钱 明年 你说不定 就是一个穷光 一个人 什么东西都可以有 什么东西都可以无 但是 真正需要有的 那必须要有 所以 我们在 学佛当中 心念 要非常非常的 要 一门心思 去学佛法 支持我们 生佛悬殊 苦乐 回忆 也就是说 像我们 学佛的人 我们众生和佛 悬殊 慢慢慢慢的 接近 所以我们 一心念佛的人 苦乐 慢慢慢慢的 虽然 他感觉是不一样 苦和乐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觉得 他 完全是 相同的 虽然苦乐 有意见 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 他是相同的 所以叫苦乐 一同 所以 听众们们 我们学佛 一心一意 不要 三心 那会生出 二意出来 那就 学不好 真正的佛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众朋友们 那么大家知道 中国自古以来 以鲁家教育为主 实际上的佛教和鲁家呢 它的本体啊 没有二致 叫固物二致 鲁家讲究的 和佛教所讲究的功夫 实际上也颇相同 如果生而论之呢 那又有悬俗了 那么为什么呢 那么鲁家讲的呢 以诚为本 佛讲的呢 是以诀为终 大家想想看 实际上道理是一样 鲁家所讲的诚 是什么呢 本心 本意 以诚为本 我们对人要忠诚 要信任对方 但是佛法讲的呢 要以诀为终 也就是说 以诀物为你的终极 一个人能够大策大悟 能够明白 那他当然会以诚为本了 他当然会对人家好了 当一个明白人 什么都知道 都有觉悟的时候 你说他能做出多少多少的善事 能救度多少多少的众生呢 成 鲁家题上的成 按照佛法上来讲 就是明德 就是聪明和德性 明白德性 都可以讲 由成起因啊 也是由成起明啊 因为你新成了之后 你才会明白很多道理 台上跟大家举个例子 当你坐在教室里面 因为你新成 所以你就会读书读着明白 因为你真诚的向老师请教 你才会学习学的专制 专心致志 英明自成啊 因为你明白了 所以你才会知道 我们要诚恳的 因为我们相信菩萨 因为我们相信神明 所以我们才会越来越新成啊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过年的时候 为什么中国有很多的传统 大家都在遵守呢 为什么一到清明节 大家都懂得要给主上上坟呢 因为你明白这些道理 主上能避应你的后代 所以你的心才会成 这就是说由成起名 因名自成啊 如果你把诚恳和明白 合二为一呢 那你将会得到的是明明得呀 你非常的明白 你明白了 明白了 你得到了 你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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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会有这个德呀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人要有德性 当你明白之后 你才会有德性 当你彻底大彻大悟的时候 你才会有这个明明得 那么佛法讲 绝有本觉和始觉 有本觉而起始觉 有始觉以正本觉 台长可能讲得深了一点 在这里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觉悟 有本觉和始觉 本觉是什么呢 有些人从小就知道 尊重人 有些人从小就知道 坏事不能做 骗人不能说谎话 这就叫本觉 他本来就很觉悟 他本来就懂很多事情的 始觉是什么呢 当你在学习之后 当你在碰到灾难的时候 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刚刚才明白 哦 原来做人要先为人家想 人家才会为你想啊 这就叫始觉 你开始觉悟了 你开始明白了 所以有本觉而起始觉 因为你有这个本性在那里 做在那里 因为你知道 做人要讲良心 所以你才开始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才会有良心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所有的事物 当你求得到的时候 你都要付出代价的 这是本来就知道的事情 而当你开始做的时候 你就是开始觉悟了 所以有本觉而起始觉 又有始觉 以正本觉 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今天知道 这个事情要不能违背良心去做 所以你开始去做了之后 哦 你看 我一做了之后 原来啊 真的是这样 人家知道我良心好 人家也对我好了 这就叫 以始觉 以正本觉 你刚刚开始明白的道理 你才跟心合而为一啊 你心里本来就知道的事情 你开始觉得 所以始本合一啊 也就是说 开始和你的本来的面目 合则一 那你才能修成佛呀 你的良心和你的行为 和你现在所有做的 开始做的事情 合而为一 你才慢慢的成为佛菩萨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跟大家讲的呢 是心 要长 眼睛 心明 要眼亮 心里明白 眼睛才看得出好人坏人 很多人 被人家挑拨离间了 看出去 明明是个好人 他非常仇恨的 实际上 这个时候 他心不明 所以他眼就不亮 所以我们学佛 要懂得 由心而起明 觉 有本觉 实觉 也就是说 要觉悟 啊 我们学佛 一定要 以觉为中 当你觉悟了 你什么事情都没了 当你不觉悟的时候 你觉得 天地 全部都要摊下来 这就是最最不一样的地方 听众朋友们 我们就是要以平等心去待人 我们就是要看得起人 我们不能跟高我慢 我们不能骄傲 我们不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实际上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菩萨给的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那是本来就有的 只不过 因为我们的迷惑 让我们不能发觉你本来就有的东西 犹如一个人 一直戴着手套在做事情 他戴着手套 使他很多事情他就做不好 有一天 他把迷惑去除了 就如他把手套摘掉一样 你看 他的手指是这么的灵活 如果你戴一副免手套的话 那就是比方你的夜上太重 已经把你的手指 本来很灵活的手指 全部的遮住了 使你动弹不得 这就是人间所为 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 生在江湖 生不由己 思想一下 什么叫生不由己 生是由你自己造 你如果不能控制自己 那你就失去了 一个开悟人生的机会 如果你不能让自己真正的开悟 你就失去了一个 以自己的智慧 来接通菩萨的智慧的机会 因为你的身不能由自己控制了 所以你才会做出一些贪脏枉法 淫乱各方面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 要控制自己的灵魂 要控制自己的思维 让他远离贪嗔痴慢 我们才能进去 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境界 提高到一个更好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 佛菩萨的位置 所以学人 把菩萨先学好 这就是我们最最重要 修学的第一步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个星期天 十二点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